高雄市長韓國瑜上任兩個多月了 除了國內外奔走來拼訂單 交出了亮眼的成績單以外 當初允諾市民的政見也已經開始動起來 哪些正在逐步兌現呢 像是其中他曾經說過 上任要解決高雄路面的5000個天坑 如今啟動了陸屏的專案 這種讓市民能夠明顯的有感的改變 正在進行當中 而另一個韓市的京劇您還記得嗎 人進的來高雄發大財 在拼觀光的上面 韓市府在觀光局長潘恆市 推出的一天一政策之下 包含了春節期間 這陸客造訪的比例就大幅的增加 另外高雄的燈會也成功的催出了觀光人潮 這點子王潘恆市成為了史上聲量最高的局長 當然他到目前為止的表現 隨著市民看法不同是毀於參半的 不過潘恆市接受我們的專訪 他不僅豁達甚至還霸氣的說 他可是完全不在乎 這期節目當中除了檢視高雄以外 我們更要帶您來關心 有鑒於這酒駕致死貧傳 全民通通都在要求要來修法嚴懲的聲浪 是不斷的在升高 立院在這個新的會期 優先法案當中就包含了酒駕 而法務部也公布了最新的修法草案 來加重刑期 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的特派員慧榮就回頭來關注 因為酒駕而破碎的家庭 希望透過他們的故事 讓社會能夠更重視酒駕上路的嚴重性 今天節目當中都會有更深入的探討議題 首先我們就要先從特派員慎陽 帶我們來開往高雄 來個高雄的陸屏大體檢 2018年8月連日大雨 讓高雄道路真實面貌就像卸下農莊 用路人避之唯恐不及 把路修好成了韓國瑜當選的重要政策之一 上任兩個多月 是紅之眼找路人來評分 路比較平穩一點 對 比較不會那麼 KICKKICKI KICKEN 那樣子的 所以你以前的機會怎麼樣 以前就是一直 突突突突突突突 那小孩就常常是 一直掉下去 所以這樣小朋友就滿危險 掉就很危險 就常常飛起來的感覺 沒有 因為高夫騎服會有落差很大 我是坐車會比較陡一點 然後現在會比較順一點 就是比較不會加速的時候 加速的時候比較不會那麼晃 一天至少走兩回 其實感受最明顯 我們肉眼觀察 道路大致平整 過去為人詬病的修補隆起 幾乎看不見 不過依然有點小缺失 人行道銜接處破了一個洞 施工細膩度還需要再加強 高雄鳳山青年路馬路重鋪之後 很多的民眾都說非常有感 不過光是走在上面的感受 可能不太深 但是當我們轉進了另外一條之後 就可以發現它的 過去施工品質有多糟糕 一條長長的裂縫沒有盡頭 一個路口兩樣琴 對於新鋪道路 多數用戶人給予肯定 周邊開了十幾二十年的店家 看得更仔細 我覺得跟以前是一樣 跟以前成績的時候是一樣的 怎麼說 以前鋪好的也是這樣 上次會看看洞洞 也是因為下雨的關係 也不是因為政局 政黨的問題 我在這邊十幾年 我是覺得是這樣 有時候需要大雨來做考驗 雨下過一陣子之後 大概就知道工程品質好不好 就是這樣子 但這是鋪心的跟以前比起來 的確有一點點覺得 對的確在目前現階段看到 它是跟以前感覺是有很大的差別 同一條路卻有不同感受 很多高雄人就在問 明明過去鋪路 現在也鋪路 到底是哪個環節不一樣 我們帶你之急深夜施工現場 第一個當然是 我們先做路面的一個刨櫥 現在我們會用刨櫥機 把原有的路面把它刨掉 刨櫥機成了鋪路先鋒 高雄高路多半寬又廣 單向雙線車道 至少給來回刨上三 四 上 遇到頑固釘子戶 還得出動怪手用力挖 就像大掃除一樣 髒的東西統統都得清光光 那個清掃機 就是說它是用山貓的一個 加一個套件去做一個 把整個刨櫥後的一個面 把它清掃乾淨 因為一定要清掃乾淨之後 到時候我們上年有 再把AC鋪上去 它才能夠連結線 才會比較好 這是對我們整個路面的一個 耐久性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 清潔路線以外的大小獅子 靠人工清潔大軍 一個一個抓回來 鋪路工程就像一條加工線 上一個步驟剛剛結束 下一組人緊緊跟上 噴棉油 鋪立青 再壓平 看起來就和不少人稱讚的 日本鋪路工程差不多 但為什麼台灣的路 總是那麼容易破 如果說你越厚的話 它要開列的機會不高 因為它在這麼厚 它本身的硬力 就可以做一個分散 它就可以承載那個 足夠的重載交通 那這樣的話 它比較不容易從底層 如果20分厚 你不容易從底層 再開列到上面來 根據台灣工程法令規定 一般道路刨路厚度5公分 重載道路可鋪到10公分 相較之下 日本同意規定20公分 光是基本工程厚度就差很大 過去高雄鋪路還得和時間賽跑 以往我們對於路面的 養護的時間 事實上有時候都是 遷就那一個 考慮到市民通行的便利 所以說有時候在養護時間 不大足夠的時候就會開放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落實一定要達到養護6小時 或者說一定要達到 那個溫度50度以下 那我們剛剛是 我們特別要求就是說 因為我們考慮到說 AC的散熱不快 所以說它雖然表面已經降到50度 但是它裡面可能還是50幾度 所以說我們特別請 面層一定要達到40度的時候 我們再來做一個開放 總工程師陳海通 在高雄市擔任養護工作多年 直接點出問題點 過去城區時代政府 怕用路人反彈 養護時間不夠長 影響道路使用壽命 基本修補觀念大不同 在以往我們整個路面 是直接用加鋪的方式來做 那我們在加鋪之後 我們發現 事實上在這次 就是說我們發現 它是沒有辦法減少 我們路面的一個破損 而且它只是 當重車掩壓的時候 事實上它的破損 還是重複在發生 就這樣貼補兵 對 以前修路就像在貼 狗皮 膏藥 哪裡有洞 補哪裡 等到道路面積達到一定回損程度 才會規劃整條窮鋪 但這種方法 治標不治本 後來我們事後去做一個檢討 就是說 我們發現 如果說剛好你遇到雨季 你重複領壓的時候 當然你在 像我們剛剛是重車這麼多 你加鋪之後 重車再過去 那個加鋪的方式就 又沒有多久就壞掉了 那你又沒有多久就壞掉了 你要重新再去加鋪一次 那加鋪之後 就重複一直再加鋪 那事實上我們後來發現 這樣加鋪的經費 事實上跟我用方正切割一次性 把它做一個改善 事實上 或許我們用方正切割的經費 更加節省 擁有專業背景多年經驗 其實陳海通也知道 高藥貼個幾天就會掉下來 想要採取更好的方式 切割法修路 但一年僅僅5.9億的預算 成了最大限制 當時以後會有一些 就是說怕花太多錢 後來我們後續的養護經費 會有不足 後來事實上 李富也跟我們講 就是說經費不足的部分 到時候 市府會這邊會趕快來想辦法 但是我們 他希望我們要做的 就是一次把它做好 然後不要讓民眾做了之後 你做了 反而被民眾詬病 那就白花這些錢 所以長官的支持其實很重要 對 事實上長官支持是最重要的 你也不必擔心 反正錢的事是我的事 但是既是把它做好 這個是公務局必須要做的事 所以這一個部分 如果假設 這一個5.9億 本身做完了 我們中央申請假設 如果說 這一個沒有得到 這一個補助 那可能我們還可以動用惡別金 或是這一個該有 如果假設颱風來 必須可以動栽存的這一個部分 我們大概都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來做一個處理 有人當靠山 第一線人員兇路 不再有後顧之憂 如此重視道路修補 不只是為了韓國瑜承諾 其實也和新北市 南漂到高雄的李四川 有關係 當我以前 每次要回小琉球 這條路是必經之路 當我們每次都會想說 為什麼 這條路都沒有辦法把它做好 那一天 這一個 除了回良家的時候 我做了一個 從這個我的試射 叫了一個計程車 到我坐到東桿 那個計程車司機 從頭到尾到東桿 一路告訴我 高雄哪一個地方的路 是不平的 而且補了又下線 又怎麼樣子 市民第一線新生 和李四川返鄉之路 趕想不謀而合 現在確實路越不越好 但他知道最大的問題 還沒解決 這裡的管線特別多 而且種類也很多 所以在這兩個條件之下 所有的道路 真的要去維持路平 也沒有那麼簡單 那尤其這個 對於底下的湘海 這個這一兩個月來 我大概也會請我們水利局 整個做盤點 包括所有到湘海裡面去種植 還有很多地方是 老舊的湘海是破洞的 那這一個部分 我們都必須要在 這一個防汐區之前 要把這一些破洞 一定要先補起來 如果你沒有補起來 你只做表面這一些的破洞 往後大以來的時候 照樣還是會下線 李四川和第一線工程人員 都知道最難課題不是鋪路 高雄因為坐擁高雄港 經濟發展黃金年代 幾乎所有貨物都從這裡進出 再加上鋼鐵重工業 石化工業高度集中 過去城區政府 無視的高雄底下世界 也成了韓國瑜未來最大考題 我剛剛聽水洋在講 他這一次最長的時間 他是在這個路邊 縮時長達6個小時 等於說是全紀錄整個路平專案 不過呢我們想知道說為什麼 剛剛你問到了台灣的路 為什麼這麼不平 是不是有什麼樣工法上的不同 好的 裴萱 其實這一次 我們真的是花了非常長的時間 就是在這個工程的路口 來看整個工程的過程 就是想要辦法去了解到 為什麼到底以前鋪路 都那麼容易壞 但這一次為什麼鋪路 大家好像比較有感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是要來了解一下說 它到底當中有哪些的不一樣 不過其實我要告訴裴萱 我們剛剛觀察那麼久 大概有6 7個小時 我們看了兩三個工程地 其實它大致的方向跟過程 都沒有太大的變化 你說跟以前差不多對不對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不過就是在一些小細節的部分 這一次韓國瑜政府 是真的比較信心 在做這些小細節 所以感受上有一點點不一樣 不過過去為什麼到底做不出來 我們幫大家稍微整理了三個部分 首先看到的就是這三個部分 包括就是在法令的問題 還有包括預算的問題 以及政府的問題 我們卻先從法令來看 相信大家過去其實都很了解到 其實有看過一些網路的影片 就是在日本的這個道路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他們的道路 在過去大地震 發生這個道路斷裂的時候 可以看到它的柏油 至少有20公分厚 這個其實跟台灣比較起來 其實最大差了4倍 因為根據目前台灣的法令 可以看到一般的道路只有5公分 而像是剛剛我們在影片當中 看到這些重載道路 很多的砂石車走過去的地方 大概也只有10公分厚而已 而這就是目前台灣的法令 光是這樣一來一往差這麼多 其實如果像這些大車 很重的車不斷的壓過去 或者是大雨來沖刷的話 其實這種薄的道路 都是很容易壞的 後來你要維修次數也會比較多 所以你就會花更多的錢 不過如果你想要鋪到 像這樣20公分 當然預算就是一個最大的考驗了 而在台灣 在高雄市政府 每一年大概只有5.9億的預算 可以來鋪路 所以其實包括他們要做的東西 有整條道路的鋪設 還有包括如果有臨時的這些壞損 局部的修補 以及包括像是剛有提到颱風跟大雨之後 像去年的823大水 這些災損的部分 都是要從5.9億的錢來出 但是如果在5.9億 前幾個月就花光光的話 後面你可能遇到一些臨時的狀況 就沒有辦法再有錢來修了 所以這也導致第一線的 這個作業人員會擔心 所以沒有辦法在一開始 就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好 因為他們可能會選擇 在臨時來貼補的狀態之下 所以才會導致這個路 可能用了一回馬上又壞掉了 所以這就要提到了 其實政府能不能當靠山 非常的重要 過去在城區政府時代的時候 其實就剛有提到了 其實比較考慮到民眾的觀感 所以在修復的過程當中 如果這個路擋太久的話 其實會擔心這個東西壞掉 所以他們很快的 就把這個道路做個開設 在他還沒有完全的養護的話 做開設 他的道路其實修補時間是不夠的 另外就是要擔心這個預算超支 所以剛好提到5.9億就是不能再多了 而這一次韓國瑜政府 在李四川副市場的支持之下 他有說過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所以他有告訴第一線的工作人員 如果未來你這個預算超支的話 沒有問題 他一定會想辦法把錢伸出來 但是這一次韓國瑜政府 到底道路能不能撥得非常好 就是要看雨季跟颱風季 過後這個大雨沖刷之後 到底能不能接受這個最大考驗 我們鄭紅蓉之夜會持續的為你了解 歡迎回來 畢竟韓國瑜才上任兩個多月的時間 很多改變是需要來漫長的慢慢檢視的 也因此這一次我們要來做總體檢的時候 特別挑了兩個是最明顯可以來看的 剛剛看到廣告之前 我們挑的是陸屏專案 這個大家都會很有感 另外從表面就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觀光產業了 我們都知道高雄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都是在面臨沒有觀光客要來拜訪的狀況 而今年的春節開始終於衝出來了 而這個幕後推手會是誰 我想這觀光局長潘恆旭就佔了大功 也因此我們要透過一張照片 先來看看潘恆旭這個人 我們是說當然他有很多點子 點子王 但是他也很荒謬 他當然是史上聲量最大的一個局長 也因此你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是我們當初跟他聊說他點子從哪邊來 他就說他從泡澡而來 我們在追問說 那泡澡畫面我們可不可以拍 他說當然OK啊 晚上11點在我飯店見 我想說怎麼會有這麼荒謬的局長 你要讓他任何形象露出 他都無所謂 也因此就是讓他的無所謂之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翻開他的操弄聲量的事件簿了 當然有包有貶搭的這個反應不太一樣 首先呢當然是他為了推這愛情產業鏈 他先扮成了愛神的丘比特 用Cosplay的方式來推這個愛情的產業 而再來呢他中間有要推這個高雄的溫泉冷泉等等的 他就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說高雄的冷泉通通都是用加熱成溫泉的 但是全台各地有很多的冷泉跟溫泉業者 可能就跳出來說 但是我們不是啊 你這樣講完全蓋瓜了 就立刻早早打臉 這個是他的一個其中爭議之一 接下來呢在這個元宵期間 他退出在這個燈節最後一天 有藍寶石歌廳秀 這個秀呢當初一開始還被說 哇你請來這麼復古70年代的秀場 你要在高雄重現 不怕被大家說又老又窮嗎 你現在再來重現 怎麼好像又重新再重演了一次 但是藍寶石歌廳秀 最後是衝出了有將近30萬人入場 那再來看到了 接下來燈節也是另外一個重點 他們說他們要推寶可夢 但是寶可夢有沒有授權呢 好像就引來了爭議 就有網友在燈會的這個網站上面就問他說 你到底有沒有獲得寶可夢的官方授權 他居然在下面回了一顆蛋 先回了一顆蛋 再說蛋燃 大家都以為說你是在跟我搞笑嗎 是不是在說當然還是當然呢 後來他跟我們解釋說 他其實是說這個寶可夢的案子 這個蛋還在孵化當中 當然後面緊接著我們去報到的時候 去看他的時候 他就剛好遇到了這個土包子一說 但他腦筋真的動得很快 化別人的攻擊為力量 重新再釋放出去 土包子這個事情 他馬上就來辦一個包子選拔 他立刻化北粉為力量了 還有哪些潘恆旭特別有點 特別有搞頭的一些創意呢 我們繼續來看 高秀市長韓國瑜對觀光局長潘恆旭 下了封口令 總統大選手發言盡量減少 我有問過潘局長怎麼會講出這樣子的話 他跟我的解釋是說 有一點失去他講話的本意 2月21號一份刊載潘恆旭 談韓國瑜2020被徵召的網路報導 讓韓國瑜首度煩清烈 要觀光局長潘恆旭謹言盛行 市長有跟我說 就是減少政治的發言 對 OK 那我會聽 我會聽市長的話 市長局長很有默契 立刻出面滅火 把時間倒回前一晚 報導剛出來之時 深喉嚨之眼團隊 當時恰恰好就在局長身旁 捕捉到潘恆旭的最初反應 我是用我個人的看法 沒有代表我不是新聞局長 所以我用我的看法 但是在我的過程裡頭 有些話可能會被斷章取義 在我們鏡頭下 潘恆旭當時還沒時間想讀報導 第一時間看似錯愕 其實他早已同步聯繫上韓國瑜 12小時後面對媒體太人自若 因為他就是韓世福的拆彈專家 冰來降黨 水來吐煙 是潘恆旭給我們的第一個印象 是喉嚨之眼團隊南下的時機 正巧還碰上總統府發言人 黃崇燕的吐包子一說 咬住天時地利人和 潘恆旭在個人臉書上 乾脆宣告開辦高雄包子選拔 這一招草城借鑑 借力使力 一切都是套路 他也很瞭解我 我也很瞭解他 其實我們平常很少溝通 我們兩個其實很少 垃圾對方 用回報的 基本上他知道我做的事情 都在安全範圍之內 如果偶爾別人以為的彩虹線 他一定知道我 我一定有所本有所忠 我等於是二十年的功力完全發揮 因為你遇到一個完全信任 相信你判斷跟相信你的人 我願意放手給你 提供你所有的意見 從大選操刀寒流空戰 到選後被借降 行銷鬼才變成觀光局長 近三個月來 潘恆旭創造的一千多條新聞 在市府曝光度 僅次於韓國瑜 關鍵在於他很懂得讓子彈飛 觀光局局長潘恆旭所提出 一連串跟觀光相關的點子 這一次講到這個溫泉加熱這件事情 現在被逼得最後必須出來道歉 怎麼找低學歷美學死 當成本爆發戶氣息的彈頭當局長 而年前包商為了趕工出包的宣傳看板 則被踢爆從頭錯到尾 讓他自己去解釋好不好 他的創意 肯定嗎 肯定嗎 潘恆旭的一日一政策 點子來得快 卻因搶快出口惹出不少爭議 耀扮於光中日 被遺霜打槍未被告知 一句冷泉加熱變溫泉 折出後續多家業者 跳出來反彈 讓他的局長生涯第一章 始於毀譽參半 我自己出身媒體我也很了解 其實我們在第一個回合 暫居下風其實你就要沉得住氣 最後你是可以反敗為勝 而且我的名言是 密集的安打 好過一支得分的一分全雷打 我自己有把握 所以我很敢把戰場延伸 在延長賽裡頭 我相信一定會反敗為勝 不在意負面聲量 潘恆旭就是有把握 轉成正面效益 給出的觀光點子 乍看天馬行空 最後卻終歸四個字 峰迴路轉 為期十二天高雄燈會 正式在藍寶石歌廳秀上面畫下了句點 而也成功飛出了人潮 事實上拿一手策劃的潘恆旭 就是重現藍寶石歌廳秀的幕後工程 高雄燈會成為潘恆旭上任後 繳出的重要成績單 事前光是金銀河夜市 詭異的連畫燈造型被嘲弄辦法會 閉幕日搬出七零年代秀場 也曾惹來老吊牙復平 身後龍之眼團隊 刻意選在這一晚實際演收 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潘恆旭局長 沒可能很難想像 在藍寶石歌廳秀的這一夜 一個觀光局長 在現場獲得的掌聲 卻比在場立委 和有頭有臉的大人物 還要更多 喝大麥兆 叫起來了 因為你原來是算我們藍寶 藍寶石歌廳秀 吸近三十萬人入場 金銀河夜市 有業者一晚近賬二十萬元 高雄燈會總人次 最終突破四百萬人 眼前的A阿郎 在九局下半逆轉身 我是像張宇生說的那句 就是我每天認真 流血流汗流淚在工作 高雄人他是有眼睛會看到的 從過往擅長的空站 改走地面站 爭取一天一曝光 開航式確實讓高雄市民 叫得出名號搶著拍合照 要讓政績大鳴大放 我們要感謝網軍 因為其實我們很早就發現 我們做什麼 網軍都是逢寒必返 逢攀必返 所以他們放大氣線 會進去找我們所有的漏洞 那我們就將計就計 我也不做 多做辯駁 我先讓他聲量滾為一個 差不多的聲量 在需要出來檢視的時候 我們再予以回應 所以等於咬中的台灣人 越愛罵 越愛看的行李 這其實是一個滿冒險的事情 我們膽子比較大 我跟市長膽子比較大 再來是我認為 就是你很認真的在做 大家是有眼光的 當韓國瑜的觀光局長 到底有多困難 現在已經是晚上的九點半了 而現在他還持續在嗡嗡嗡當中 最近他今天的第十三個行程 從招待貴賓拜會事故 到烏魚子左手決賽 出席各大典禮 上台演講 甚至帶觀光代言人逛夜市 開橫續行程馬不停停在走 手機也沒停過再滑 原來從個時間點他還在社群媒體上 比高雄小心梗 看到這邊一定很想知道 觀光局長那麼多的idea 從哪邊過來 我們現在就要直接直擊他的冥想事 跟我來 等一下 好像走錯棚走錯棚 我們跟潘局長相約的冥想儀式大公開 進化風一轉變成局長泡湯秀 原來潘恆續自上任以來 兩個月時間都還住在飯店內 自身忙到只剩下回來睡覺的功能 唯獨這一間澡堂是他的謬思所在 在夜來眼睛的時候 一個人在這邊泡澡 然後冥想放空 就會讓自己回到一個新的開始 跟新的原點 然後我覺得這是一天工作疲憊 最能夠放鬆的時刻 然後會最有靈感的時候 然後白天你發生的 不管光怪物理的一些刀光鏡 或者是純槍舌戰 或網路上的酸液戰允 在這邊都可以得到療癒 要不要印象 你在這邊曾經想到過什麼idea了 我所有的好的idea 幾乎都是在女館套照 口中的刀光鏡影是他的日常 所以做了潘恆續 這層多次與網友純槍舌戰 除了無厘頭 用顆雞蛋回復寶可夢的獸懸爭議 還在孵化中 讓人障二金剛摸不著頭緒 也曾怒回要網友罷免他 其實作風打破政治界一貫的 游擊規則 我不會因為這樣子 為了要做一個 溫良公儉的公務員 然後我就必須要 對網友的謾罵 或對網友無理的攻擊 我要低聲下氣 你不會不會做這種事 就是我覺得我們要做一個 品質要提升的公務員 你就是要改變 你要改變官場的一些文化 還有媒體怎麼說 或者是媒體怎麼批評我 我也沒有再給他信到 網友批評我們 我也沒有再給他信到 堅持溫良公儉不讓 扛起拯救高雄觀望的重擔 身為台灣政壇史上 聲量最高的局長 PK生喉嚨之眼 沒有包袱 更沒有極限 表情要足 好醉 你也還得足 沒有不可能 我拚了 對 我拚了 太荒謬了 荒謬大師 與潘恆旭整整兩天的貼身跟拍 我們怎麼出考集 他都敢執手對決 從頭到腳都有氣 這才發現 他是被政治耽誤的荒謬大師 我覺得荒謬家大師兩個字 合起來就有一種美感 對 再來是我的人生常常在一開始 讓人們覺得荒謬的時候 最後投出的變化球 是讓人讚嘆的 感恩師父 讚嘆師父 不在乎外界眼光 無謂危機四股 從年薪千萬的行銷公司老闆 下海變成韓式複活劍拔 我們這才明白 貪狠虛的脫稿演出 並非誤入叢林的小白兔 而是早有備而來 等著對手擔刀植入的草原猛獅 就算是我為高雄市捐驅 就是我是第一個震王的局長 我也覺得很好 因為我就是隨時在不同的跑道 我就可以華麗轉身 我也不擔心 對 但我想我不會震王 我只在意說 我在的時候 高雄市的住房率 有沒有創歷史性高 人是不是真的進得來 是不是 真的高雄人 有發了一點點的財 或發大財 這個才是我在乎的 至於你要歌頌我 評論我 謾罵我或詛咒我 老師我一點都不在乎 在後韓流時代 此刻的高市府 必須繳出人氣對等的實際成績單 每一分秒都被放大檢視 想打掉蟲鏈聽關光 和橫勢笑當身旦魔法師 繼續挾著輿論 逆風前行 歡迎回來 我們現在討論 當然是比較沉重一點的話題 是酒駕的問題了 這一次這個 剛剛發布的修正草案 當然有加重了刑期 但是我們要討論到酒駕的議題的時候 我們就可能要透過這一些 當初被酒駕因而破壞了家庭的 這一些受害者的家屬 他們口中的心情又是如何 我們都知道惠榮在過去 他其實跑過還滿長一段時間的 社會新聞 也因此這一次他找到的家屬 是他過去曾經追蹤過的嗎 對 因為這一次案例當中 一位鄭先生 他當時在一場的酒駕車禍當中 失去了他的父母 其實他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因為這事情發生大概快一年的時間 我等於說是從他當初 幾乎是崩潰悲痛欲絕 到後來比較心平氣合下來 可以好好的來闡述這件事情 所以我等於說是看著他 這樣子一年下來的經過 但我感受到最直接的 其實說除了他們悲痛 除了他們的憤恨以外 其實對於很多小老百姓 他們只能把希望放給台灣的法律 所以說這個法治社會制度底下來說 到底怎麼樣的法律 可以讓這些被害家屬接受 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 到底現在最新推出的版本 又有哪些 法部在27號的時候 開始記者會說接下來 他們預計是會推動修法的部分 從其實在101年的時候 葉少爺的酒駕事件的時候 已經把刑罰推高到了 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那麼在這一次當中 他們希望是可以提高到5年以上 12年以下 也就是說把這個樓板跟天花板 同時的來提高 不過其實這幾年有一個現象 就是說這個酒駕的案件率是下降的 但是累犯卻是增加的 所以這一次針對累犯 是祭出了這個10年以上 無期徒刑甚至是死刑 其實現在因為還沒有定案 就是希望可以趕快的來三讀通過 那麼現在這個藍尾 律尾 其實他們並沒有一個 所謂的黨團版出現 目前現階段來說 還是立委各自提出的 他們的版本 我們就來看到 像是藍尾 江啟臣的部分 他提出的是最高的是 12年以上無期徒刑跟死刑 不過綠營立委何欣全這邊 他是提出希望是10年以上 無期徒刑 死刑 其實這部分可以看出來 大同小異 但是都是希望可以祭出重罰 我們就看到 還有哪一些預計可能會推動 因為除了刑罰之外 當然還需要很多的配套 像是一些行政規範 像是現在看到的 就是有沒收車輛之後 可能就是會強制執行之外 其實這個酒精所 已經講了很多年 像藍尾 張啟臣他就有提到說 其實他6年前 就已經講出過這樣子的構想 但遲遲還沒有這個所謂 真正的配套作為法令 另外還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治標不如來治本 所以說把酒飲的壘犯當中 因為很多是有酒飲的人 你把他當作病人來做治療 也許也是一個方法 不過去這一陣子 吵得沸沸揚揚 就是有沒有這個 所謂0.75毫克 就作為說分界 就是0.75以上就視為是殺人 0.75以下可能視為過失 那麼這一次法務部 也在這場記者會當中 特別提出說 目前並沒有這樣的說法 那對於說現在 說法的狀況 究竟是怎麼樣呢 帶您來看 太過分 那酒駕真的是百類害人氣了 酒駕開車 酒測值1.27毫克 根本無法好好駕駛 到家後甚至還找朋友頂醉 被警方誓破 才自行投案 逃不開每年年底 到隔年2月台灣酒駕傷亡高峰期 酒後不開車人人皆知 把警語當耳邊封的不定時炸彈 依舊在街上亂竄 每當意外不幸發生 又是一個無辜家庭破碎 幾乎沒有煞車的情況下 高速衝入機車帶著去 其發道場將肇事的蔡新駕駛 帶回警局偵訊 還發現他身上飄著濃濃酒氣 我如果能彌補的 我覺得會去彌補 這一場舊駕駕駛車禍 尿兩死十一傷 更讓鄭先生一氣之間 痛失雙親 我就是他跟他們說 如果有機會 以後還是要做他們的兒子 事隔將近一年 追心之痛沒跟著時間淡去 反而埋進心底最深處 這是我媽媽的房間 然後媽媽的化妝台 從她離開前到現在都沒有變 都沒有去動她 媽媽就是滿太漂亮的 也沒有用太多手名牌 就是能用她都用 卻掩飾不住心裡缺了一腳 平常就是如果爸爸媽媽在 然後他們就是會下班 然後一起在這邊吃東西 聊天看電視 我們就是只有過年啊 中大節會一起照相 如果沒有發生 因為媽媽今年就是退休 要跟爸爸出去 就是四處走走 淡淡語氣 說起敬愛的父母 笑了 竟比淚水更讓人不捨 即便一度想法偏激 最後還是理智戰勝 相信老天相信司法 沒想到酒駕嫌犯不僅僅擺爛 現在人間蒸發 遭通緝 人羞有法外 一個酒駕撞這麼多人 然後沒有當庭收押 然後直接就是只是開庭 然後和解 然後發通緝 前面講廢話嘛 說什麼你要有心 你要賠 你要奴隸 都是 公道正義無處討 對比事發當初 酒駕嫌犯的懺悔模樣 格外諷刺 永遠的酒駕嫌疑犯 不會被定罪成 該負責任的酒駕罪犯 這要如何 跟天上的親人交代 但這 永遠不是個案 不好意思 真的 真的非常不好意思 沒有啦 我剛才實在是太無辜了 你當時已經跑過一次了 你今天還要跑嗎 一場酒駕車禍 痛失遵守交通規則的愛女 讓她一夜白頭 太大醫師曾禹慈的母親陳敏香 白髮人送黑髮人 我的女兒努力 那麼努力三十幾年都 一直在充實自己 她的未來價值無限 那這樣子被一個酒駕者 她的一念之差 生命就沒有 切身之痛 看見酒駕防治網的漏洞 陳敏香創辦協會 把心理投入酒駕防治工作 繼續完成寶貝女兒救人的使命 被酒駕的這種痛苦 如果不是你經歷過的話 你真的無法去理解 一直強調 不是說0.75 自人於死才是殺人 0.15就不算 你酒駕自人於死 我就覺得一樣 就是殺人罪 至於亂世 用重點去面對酒駕惡行 最直接的反應 姑且不論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能不能根治 而非僅僅治標 祭除重罰 絕不是唯一正解 沒有戴安全帽 騎機車只有八五百塊 沒有罰很重 但是有沒有全面大家都 幾乎都這樣左右 只有多管其下 在刑法的社會風氣的 這種代價的制度 社會互相約制的 還有把累犯的人 當成病人來治療 多管其下真的才會成功 協會元老級理事徐立民 曾在台北市長 柯文哲的小內閣中 擔任社會局長 去年已經重返 台大醫院任職 過去三年其實在 台北市政府 跟松德醫院 有合作過一個 對於這種地檢署 還起訴的人 或者是酒駕累犯 讓他來接受 這種酒飲的評估 他大概裡面有七成左右 都是有這種 飲酒問題或酒飲的問題 三年來我們發現說 這個累犯的這個比例 下降大概百分之三十 實驗 或是這個小型的計畫已經成功了 每個縣市其實可以複製 把酒飲當成酒駕發生的源頭 打擊累犯頗有承受 但想讓酒駕防治周全 過去不是沒努力過 後面這一台就是了 他再撞上去之前有煞車嗎 沒有 少爺酒駕案 擴掃葉冠亨 酒後駕車狂飆 撞死婦人 車上友人重傷先亡 三天後 婦人的丈夫悲痛猝死 留下近八歲的孤女 三條人命引發民怨沸騰 促成酒駕修法推動 跟那次修法呢 後來葉少爺事件發生 跟幾件令人發指的事情發生之後 突然整個社會加速了修正 所以就在一年之內修了第二次刑法 先前我們一直卡住的就是說 到底酒駕它是故意還是過失 在法界全世界法界都一樣 就是在這裡永遠都會有一個淺淺的線 當時台灣的法界給我們建議就是說 與其拉最高型 不如要從最清醒往上拉 三到十年 也就是說 介於故意跟過失之間的最高型 綠營立委趙天霖 面對自己選區發生的重大酒駕案 推動修法 酒駕刑罰能有如此要盡 說是用鮮血換來的 一點也不為過 相關行政配套 也陸續出現不同聲音 你喝酒就可能被移送 你至少這樣你有二十小時 你會失去自由 然後下一步呢 反而不再推動預防性的激壓 葉少爺酒駕案隔年 時任總統馬英九 就曾提出刑罰以外的想法 受害家屬較好 法界態度保留 其實當時交通部 早已提出連做法 卻各自有爭議而停擺 2016年 時任台北市議員何志偉 喊出酒駕累犯 送到殯儀館清洗大體的新點子 立委燕已經隨即提案修法 最終仍無法全面推動 雷米奇去倒地 當場沒了呼吸心跳 原本否認肇事的司機 事發過後二十四小時 才坦誠 因為酒喝了太多 事實上同一年才剛發生 連續酒駕奪命案件 每一次的案件過後 除了跟著義憤填膺 修法 配套 是不是該跟著省思 去年朝野立委都提出修法 版本累積多達十一案 卻都停在待審階段 這幾波的酒駕的修法 都是因為重大的社會案件 然後促成酒駕的規定 不斷地在 其實就是不斷地在加重刑法 我們大概從石正營就發現 只有短時間有一些 所謂的嚇阻的效力 政大法律序副教授陳志輝 從現況分析照出盲點 應該是可以朝著其他的這些面向 就是同這成個連坐行政處罰 加裝酒精索 賣酒業者 預料到賣酒的情況 也要刻意行政責任 如果他是有酒飲的人 怎麼樣去介紹他的酒飲 這是很重要的 就是酒駕執行的見景率提高的話 那這個其實是效果遠大於一切的 警方用露檢藍茶的方式取締酒駕 一方面可以提升惡阻作用 另一方面可以讓酒後開車的駕駛 無所遁形 以新維市淡水分局為例 像我現在所在的淡井路 本身就是交通要道 另一方面他們這一些的路檢點 都經過省慎的評估 選在像是這種有彎道 以及有分隔島的路段 讓駕駛沒有辦法進行逃跑 另一方面就是針對這種 極有可能飲酒的場所 來提升見景率 這一些都是警方 在取締酒駕的加強重點 今年春節 新北市酒駕取締達標率最高的三重分局 白天也在抓 因為就連宿醉都可能釀禍 一萬四千件你看增加到一百零七年 一萬七千件 雷犯率的比率高達百分之三十一 這個盲點就是大家不怕嘛 藍營立法院黨團總召江啟成 針對酒駕案件層出不窮 開除第一槍 蛇行飆車自然於始 都可能可以讓你判到無期的 那憑什麼 所以為什麼這一次我大膽的提出修法 要求法務部讓酒駕的行度 可以延到無期跟死駕 那這也賦予法官一定的裁量空間 我觀察到就是可以讓人被關進去 這件事情已經產生了一定的違和性 現在反而應該要討論的是說 怎麼讓累犯這件事情遲遲降不下來 而且造成重大傷亡的都是 累犯的有求贏者 這件事情要同步解決 立法院新潰期把酒駕修法 列為優先法案 藉著名氣可用 朝野難得有共識 不過當許多藍尾高呼 採用最高行度的同時 綠尾的重點擺在配套周全 在台灣可能就要連坐 這個上次因為有考慮到人權或什麼 這個東西加不進來 這一次我覺得要不要考慮 譬如說酒駕累犯者的側牌 要不要另外足跡 然後話說 要不要在我們的方向盤上面 有酒測的鎖死的功能 這件事情我覺得 都不會比把刑法直接往上拉 來得不重要 刑法直接往上拉的宣稱 其實是會立刻讓民眾有感 但他會在罪行法定主義的國家 一直會被卡在別的原則上面 但是行政財法這件事情 如果社會有共識 其實他會很快 我當時我就提酒精索 可是交通部就跟你打槍 就是哪一堆理由 執行有困難 你看六年以後 我們還不是回來討論同樣的東西 當然 江啟臣立委同樣深知 不可能單靠重罰 預防剩餘治療很重要 卻不是這麼容易 執政黨態度軟化想平民憤 在野黨當然樂見 卻憂心只是隨之其物 包括民進黨 他現在他也是 他立法院的黨團 他也是把這個列為優先法案 我們也是列為優先法案 行政部門 行政院自己也講他是優先法案 但是我就講行政部門優先法案 你的法案版本在哪裡 所以我們希望說 藉著名氣可用的時候 能夠在這會期 好也好好努力 建議所有的同事 這一次去提出 把他列為故意殺人 把他進入到殺人罪 我個人都覺得是可以討論的 只是我會覺得說 大家不要只放在這裡這樣子 大家在這裡一定會有一個天花板 永遠會遇到的 對 那我們一定要同時把 我們已經有行使四年的 從嚴修法了 從嚴修法之後 就會發現哪裡有漏洞 哪裡不足的 在這裡補會很快 無論該不該一口氣 拉到最高行度 還是先把行政規範做足 推動酒駕修法勢在必行 法 禮 勤 單一項都不是先單 以牙不一定要還牙 但害命侵擾 公憤難平 當然我們都希望能夠祭出重罰 來嚴懲之後 能夠成功的來遏止酒駕 再更多發聲 但是除了酒駕值得關注以外 事實上惠蓉這次也發現到 還有更值得關注的社會議題嗎 沒錯 因為其實在這一次的 採訪過程當中 有出現一個小插曲 就是原本我是要拍酒駕的欄檢 但沒想到卻意外發現了 這個酒駕本身沒有拍到 就我拍到了好幾起的獨駕案件 這個是不是真的 讓人非常的震撼又痛心的 尤其獨駕 因為我們說酒駕來說 你有一個數值可以去界定 但獨駕來說沒有 對 而且毒品來說 這個有時候會造成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因為現在真的全台 這個毒品非常的氾濫 尤其是很多的年輕人來施用 這樣子的不定時炸彈開在路上 難道安全嗎 相信接下來這段影片 大家看了也會很有感 感謝您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我們再會 再會 謝謝 我們今天兩個不好 你敲燈真的都不來 來來來來 等一下一個一個來 不要不要不要 來 你就抽我打開 來 小走不走 到上面 整車都K位誰抽的 請請 序字仔 整車都K位誰抽的 你連講話都有K位 你跟我說沒有 對 東西在哪裡 我從頭裡自己抽的 所以在民生每天可以抽K就對了 好 那都是抽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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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看一下 看 啊 有